大卡车大家估计都天天见,什么渣土车,贯车看到都吓人,老远都要赶紧躲开了,所以大卡车也处于最危险的一类车,然而今天要说的这种卡车也是相当危险的,那就是拉钢转的卡车,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是会看见的,一般这种车都是晚上才会开,毕竟太危险了,拉钢转可不是随便就可以做好的,如果操作不大,或者驾驶经验不够,是很很容易出现事故的,而且造成的事故的破坏力可是很大的,如果作为一个新手需要注意什么呢? 一钢转底部需要木板,一般运送钢转都是比较远距离的,所以在长途的运输中是很容易打滑的,所以在钢转的底部,放上一层木板是很有用的,可以大大的增加摩擦力, 让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比较安全,减少事故的发生,二枕木的正确固定,除了上面的木板,是可以很好的防止滑动啊,还有枕木也是常见的一个选择, 而且枕木不仅仅只是塞住而已,因为运行的时候会滑动,所以还要想办法固定住枕木,让它的形势中尽量不会发生太大的位移,三钢丝必须要捆好这个步骤,是一定要重视的,在钢转装好车后,一定要用手摇葫萝,将钢丝绳拉紧,这个是对钢转的作用最重要的一个点,无论是单个钢转的捆扎,还是钢转和车厢的捆扎都是要做好的, 这可以很有效的防止钢转的移动,自行驶途中要养成检查的好习惯,在上面的步骤做好了后,既可以行驶了,在行驶的过程中,检查是很重要的一环节,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的钢转,不会有一点滑动,所以在高速的时候,到了服务区或者休息的时候,就下车检查钢丝,把钢丝拉紧,最后就是驾车了,这也是很重要的, 很多拉钢转引发的车祸,都是因为驾驶员急刹车,急转弯,车辆颠簸等,所以在驾车的时候,需要注意自己的四周,还有就是不要超速,生命安全才是罪。